在中文里,我们学过财可以放在时间后面,表示时间晚,但是财也可以表示时间早。这是为什么呢?和我一起看看吧! 李可,你几点来的? 我到餐厅的时候才十一点。 这么早?不过现在人也不多,一共才六个人。 是啊,我们今天是VIP。你想吃什么? 都可以,这家餐厅才开了几个月,听说菜做得都不错。 我的朋友上个星期刚来过,他们六个人才点了四个菜,一共才花了150块钱。 真的很便宜。那我们快点点菜吧。 现在我们知道,财放在时间词组或者数量词组前,可以表示时间早,数量少。比如,我到餐厅的时候才十一点。 不过现在人也不多,一共才六个人。 他们六个人才点了四个菜。 你学会了吗? 你学会了吗? 请跟我读。 我学会了吗? 到餐厅的时候才十一点。 一共才六个人。 他们六个人才点了四个菜。 李可 今天吃饭花了多少钱 我们点了三个菜才花了六十块钱 这也太实惠了吧 再见啦